大家好,歡迎回到萬聯花生台,繼續有水哥在說播 昨天說完新組給巴黎看中,還接近談整個人的條款 大家都在打算盤,是否可以一換一換烏加迪呢? 其實烏加迪都傳了好一段時間,都說萬聯是要認真談的,是認真想要人 但聊天都因為價錢而陷入膠著,據傳 萬聯其實已經口頭開價過好幾次,但都被巴黎拒絕了 巴黎是傳要70M歐元,一個非常高的要價,令萬聯很難做 我自己就查吧,其實烏加迪上一年才由試booting轉回去巴黎 當時價价都是60M歐元,而在過去上一季 烏加迪甚至不是令巴黎領隊安力基那麼滿意,下半季出少了 埋單整季發甲只上陣25次 在這裡我真的想問,一個上季表現都跟預期有落差的球員是憑什麼加價去買呢? 真的不是幾合邏輯 正常來說,買完之後表現回落,要進轉手的話 就一定是比之前買入價要減價了 我們的新組也是,還有傳了一大群人拜仁的迪利達也是一樣 一樣都是叫比當初的買入價低的 真是不明白巴黎到底是否懂規矩了 不過都無所謂,現在我們就懂得玩 這裡就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新組換烏加迪 而本身巴黎又站到烏加迪的價那麼硬 我們都可以談談其他目標先 最新應該這樣說 其實天天都在傳,曼聯又不同的中場新目標 今次就跟大家逐個說下最新情況 首先的是,這個都是大家最新說的 傳中曼聯已經加入,跟馬體會和AC米蘭一起競爭 欠摩納哥的法國中場,遊索夫科芬蘭 這位中場行將在摩納哥都踢了幾年,出場時間非常穩定 而最新他都有跟法國一起去踢歐國盃 現在看他和摩納哥的合約,明年夏天就會戒滿 現在就全摩納哥方面只叫價35M優元 即是對英鎊30M都不用,就可以買走科芬蘭 這個價對比烏加迪那邊便宜一半 還有遊索夫科芬蘭現在正值最多打的25歲 而且比賽經驗都很足夠 主要打防中也可以兼打8號位 還有體格強壯,是那款防守力強的中場 而真是幾年曼聯今天夏天所需 最重要是他價錢相對合理很多 而且摩納哥都願意賣,這個才是關鍵 對了,曼聯現在真的會玩很多 以前買人,30M不賣嗎?我就給50M 50M也不買?我給80M甚至100M 以前只會用錢加上去 現在談不合就先退一退 同時都發散出去外面談其他人 今次最新傳話談遊索夫科芬蘭 肯定就是同時給壓力巴黎 你在烏加迪不減價我就不要了 我會去找其他人 就是這樣 不會再成個大傻子站在那邊被人玩 被人屈錢 除了最新傳遊索夫科芬蘭之外 再前一天都有傳萬能是要考慮其他人選 包括拼王家蘇斯達 西班牙中場球員蘇比文迪 今天這位王蘇主將 在卓室歐國的決賽都有上陣 在半場入替受傷的洛迪 幫手拼低英格蘭幫球隊捧杯 現在就說 曼聯有張蘇比文迪放在收購目標名單之內 據說他有50M英鎊簡易金條款 價錢比烏加迪要低少少 而目前曼聯暫時沒有採取行動 都是放入觀察名單 多手準備 似乎都是擺出所有姿態出來 我就不一定要烏加迪 市場上要找防守型中場的話 大把人就可以選擇 而且價錢更合理 還有蘇比文迪就是解約金的金馬尼 肯比就可以 真是 曼聯最近在中場收購目標上 找到不同的target 一個有阻礙談不到 就談到第二個 兼顧準備談第三個 真是準備了和巴黎慢慢玩下去 另外還有 曼聯系除了以上 還有其他東西在玩 就是OnlineBud那邊 雖然根據傳媒最新報道 曼聯系決定不會20M買斷 但又好會玩地保持對OnlineBud的興趣 據說 曼聯還非常願意和Falentina談價錢 20M就不會給的 便宜一點行不行 還有OnlineBud本人想真正轉回過來的取態 曼聯很明顯 曼聯就捉住這一點 又真的有得跟Falentina談價錢 其實Priority都明顯 照這個幾月一直跟曼聯買中場的傳聞來看 烏加迪應該就是最想要 而科芬拿 蘇比文迪就是替保荒浪 至於OnlineBud可以用來保底 假如 假如以上一群人到最後都談不定的話 我們還有OnlineBud可以選擇 曼聯現在在轉換市場上 真是老謀心算 真是會玩很多 之前中堅都是玩完一輪之後 就快手簽了想要的月落 至於中場最後會買到誰 又是好難猜 都是要再看下去了 現在的消息又是新鮮又是精彩 可能明天又再有更新的目標都未頂 那倒是 一有最新消息 會盡快再跟大家跟進 好了 今次的內容大概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留言和SHARE 早之前我可以加入Patreon 或者做YouTube會員都可以 感謝支持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